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新配方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開箱一下 我現在在澳洲住的房子 那這間房子呢,在我在澳洲住的房子裡面呢 排行應該有在前三 因為這個房子呢,算是蠻乾淨的 然後呢,它的那個地也很大 重點是裡面呢,它是有游泳池的 屋主呢,都是弄得非常的乾淨 你看到這個後面這個長廊就知道了 我們住在這間呢,它離COSE跟LED呢 跟那個MORE都非常的近 COSE大概離四分鐘而已 然後MORE大概離十分鐘而已 去哪裡呢,都非常的近 COSTCO大概也才二十幾分鐘而已 我們住在這個房子呢,我是覺得真的是相當的不錯 那等一下的時候呢,就會給大家進來看一下 裡面房子是什麼一樣的感覺 是什麼樣一個裝潢啊,我們的房間長什麼樣子啊 好,那我們直接進去看吧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是在這個玄關的地方啊 那我們準備要進去裡面了 是他們的大門 好,進去吧 那進來這邊呢,就是它這個一個玄關的部分啊 然後呢,它這個門呢 是我們房東有時候會碎的門 好,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呢,這間呢,是我們的房間 那先看一下我們的房間 那我們的房間呢,就是長這樣 因為我們才剛搬進來啦 所以說,房間來說呢,會比較亂一點點 好,亂一點點 因為我們才剛搬進來 然後呢,它的房間的那個大小 我覺得應該是有 應該是有個食品吧 應該有食品 還不錯的是說 它旁邊呢,有一個花園啊 就是它旁邊有一個走廊啊 有花園這樣子 旁邊可以看得到 有時候看到小朋友 然後旁邊有養狗 然後有時候太陽會照進來 這樣子,我覺得還不錯 它這邊給了一些櫃子啊 還有一些,我覺得都還不錯 然後床呢 這個都是新的 因為我們這件是 完全就是重新去打坐的 所以說,它這個地毯啊 也都是新的 地毯也是新的這樣 然後包含這個吊扇 這個吊扇也是新的 然後呢,它這個吊扇很厲害的是 它是用那種 遙控器控制的這樣子 所以說,整體來說還不錯 重點說,我們這間房間是新的 好,接下來呢 我們就去看一下別的地方 好,那我們基本上呢 它這間呢 就是我們另外一個室友的房間 那他們就去上班 然後呢 這間是也是一樣房東的 房東的東西 然後可以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個 這個門的後面呢 就是那個儲藏室的地方 那有時候我們東西呢 就是會放在這裡 就是方便儲藏啊 放一些 鍋碗、瓢盆之類的東西 好,那這個呢 就是類似監看器啊 可以看到門口的 有人按電點的話 可以知道對方是誰 這樣子 然後呢 在鏡頭再看過來呢 這邊是一個 廚房 廚房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這廚房的地方呢 你有看到這四格的 就是他們一個烤箱啊 還有一些 戲劇什麼之類的 可是呢 它這個烤箱呢 有個問題呢 就是說怎樣知道嗎 就是說這個 房東呢 他說是不能使用的 因為他這個 可能是因為他 他保持全新的 所以說有沒有 他打開來 有沒有 其實是 完全沒有用過的一個痕跡 所以說他這個是不能使用的 然後 他這個是那個 咖啡機 咖啡機這樣子 可是呢 也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使用啦 都沒有使用 然後呢 他的環境就是這樣子 非常的乾淨 有沒有看到 然後我們都用這邊 微波爐跟那個烤箱都是用這邊 然後他這個的話呢 是電池的那種 電池爐啦 他這個是電池爐 然後電池爐呢 他加熱速度是還算蠻快的 然後像這邊啊 旁邊都有一種小燈 旁邊的小燈呢 都是 在夜晚的時候呢 他會感應 會感應 就是去上廁所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很暗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上面有個天井 可以拍一下 這個天井呢 就是有時候太陽很大的時候啊 他直接會這樣照下來 然後在這裡面呢 車庫 車庫的地方 就是 就是 這邊是車庫啦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那個浴室 然後浴室 這浴室呢 就是乾絲分離啦 所以說就是很乾淨啦 我們都處理的 其實是蠻乾淨的 就是很像跟新的一樣這樣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個地方吧 好 然後呢 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冰箱 然後冰箱他有分兩邊啦 就是 兩個室友是用一個冰箱 然後另外兩個室友是用另外一邊的冰箱 所以說我們這邊是四個用一個冰箱 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冰箱呢 還蠻大的 我這邊還蠻大的 就是 有沒有 他一人一層 這樣子 四個人啦 四層這樣子 其實蠻大的 其實我們這樣放啊 其實是蠻夠用的 然後 再來是冷凍的地方 冷凍的地方也是一樣 一人一層 其實蠻夠放 然後旁邊呢 會放一些保鮮膜啊 然後廚房器具的一些 一些東西都放在這一小格裡面 好 那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然後呢 這邊呢 就是會放一些碗 這邊碗呢 是有提供的 這些 餐具 餐具什麼的 然後盤子什麼的 都會在這裡 然後呢 這邊的那個鍋子啊 這邊都是一樣是可以用的 然後還有水 都可以用 然後再來這邊呢 另一個冰箱呢 就是我們另外一邊是有用的 那我們就不方便打開了 然後這邊呢 就是它的櫃子 那這邊的櫃子呢 就是基本上是一人一格啦 一人四格 你可以放你的東西 你的雜物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們的廁所 他們的廁所在這裡 他們的廁所就是這裡 那他們的廁所呢 是比較大一點 然後也是乾絲分離 只是說他們多了一個這個浴缸 可是呢 這浴缸他們應該不會用 一樣是四個人用 一間廁所是四個人用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餐桌的部分 那這邊 這是一個餐桌 就是我們會在這邊吃東西 然後呢 前面呢 會有一個吧台 那這個吧台呢 是房東的啦 就是其實蠻好看的 這個吧台 他放滿了一些 一些酒啊 然後還有時鐘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零食櫃 他這零食櫃呢 不是房東提供的 是我們自己的零食 比如說我們要吃的早餐 那或是零食 我們就會放在這裡 就放在這邊 有沒有 零食櫃 好 然後零食櫃後面呢 這邊呢 是一個客廳 客廳的部分 那客廳的部分呢 這邊就是一個很開闊的一個環境 然後還有一個 我覺得應該是超過50吋以上的電視 然後呢 他整個客廳呢 這樣子環境呢 是非常大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在這邊玩Switch 玩什麼之類的 其實是非常夠的 非常夠的 然後後面呢 這邊還有一個小餐桌 這小餐桌 你可以在這邊吃飯 也可以在這邊吃飯 然後也可以在另外一邊吃飯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後面呢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泳池 這個view是非常好的 那他這個泳池呢 是等一下可以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他泳池一個布景 我覺得他布景是 蠻有一點創意的 好 那這個客廳呢 就是長大約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去外面 外面看一下 在這邊呢 我切換一下 第一人稱的視角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個陽台的部分 那陽台的部分呢 他這邊有四個 晒衣架 就是一人一個房間 就一個晒衣架這樣 然後他很好的好處是呢 他這邊上面呢 是有加裝那種 透明的那種塑膠板 就是如果有太陽的話 他一樣是可以晒 然後有下雨的時候 他也可以晒 覺得這個 設計是相當不錯的 你看 不管是下雨啊 還是怎麼樣 你都是可以晒衣服的 都可以晒衣服 都可以不用收 然後他上面還有一點釘子 這樣子的 是防止鳥會停在上面 就是把你的衣服弄髒 那可以看一下這個環境 然後右邊呢 這個地方就是 他那個 游泳池的地方 那游泳池的地方呢 是打掃的 是蠻乾淨的 因為他裡面有個水下設備 你看那個繩子那個 有個線的 那個就是他的水下設備 他就會一直不定期的去清理 去清理 去清理 不定時的去清理 所以 他這水池是非常乾淨的 而且他們 房東 每一個禮拜都會來做一個打掃 包括這兩棵樹啊 都會做整理 然後我們往後面 去這邊去看 那 這邊呢 會有一個他的一個涼亭 那 這個涼亭的造景 我是覺得很 很特別 非常的好看 很像那種 渡假風 有種渡假風的感覺 他這邊的石階啊 都相當乾淨 有沒有 都相當的乾淨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可以在這邊 吃東西的一個 一個 小地方 這樣子 相當的乾淨 然後呢 這樣過來呢 看過來這邊呢 就是我們 剛剛在房子裡面 拍攝的一些客廳吧 然後還有電視 這樣子 非常的 就是 其實你在這邊吃飯的時候 會覺得說 欸 這樣看過來 是相當的漂亮 好 我們往後面走 往後面走呢 他會來到一個 曬衣服的地方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這邊呢 就是有那個 曬衣服的地方 曬衣服的地方 這邊的話 就可以曬 大型的棉被啊 或是大型的物件 都可以曬在這裡 然後這邊 對面就是隔壁夾了 我們稍微走一下 然後這邊呢 就是一個很 很大的這種草皮 相當的舒適 然後那草皮 都會定期去 去維護哦 定期去修剪的 所以說 他的草沒有很 很長 然後這附近呢 就是旁邊的鄰居家 有沒有看到 這個後面啊 都是鄰居的家 然後 左邊呢 這個地方呢 就是剛剛那個泳池 這泳池其實是 繞一圈的這樣子 那 這個地方呢 有時候呢 有時候放假的時候啊 或是天氣好的時候 其實很適合呢 在這邊 稍微玩一下 或稍微就是 躺在這邊 然後坐一下 日光浴啊 或是在家裡野餐 覺得是相當可以的 這邊 這邊其實停兩三台車 都沒有問題啊 這個地方真的很大 然後 隔壁呢 是鄰居家 隔壁鄰居家也是 非常的 非常的大 看一下隔壁鄰居家 然後我們繼續走 繼續往前呢 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都是 種一些花花草草啊 然後很像森林 其實我走幾步路呢 就很像森林的感覺啦 然後這邊 右邊呢 也是鄰居家 鄰居家 種的樹 可以看一下 鄰居家種的樹 鄰居家種的樹 然後 它這邊有種 蠻多一些 一些植物的吧 你看那邊都有造型 然後全走 其實這邊散步也是 蠻不錯的 也蠻不錯的一個選擇 鄰居家有沒有 都可以看到 隔壁鄰居 這麼矮的鐵絲網而已 然後走一走 就走到了 門口另一邊的停車場 好 那停車場呢 這邊有一些 房東種了一些檸檬樹啊 有沒有看到 一些檸檬樹 都會種在這裡 然後有一些 簡單的一些種植 然後再走過來呢 這邊 這個前面這邊呢 這個廣場 就是 其他人停車的地方 那這邊的話 就可以停三台 其他人停車的地方 那這邊就是我停車的地方 我停在這裡 然後這就是這個 整個 前面這樣子 前面這樣子 整個大門口這樣子 這個相當 視野相當的 相當的良好 有一個人停車 有一個人停車 在這裡 在這裡 看起來 有一個人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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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